他们就完全没有关系 先不说那么多了 把人迎进来再说吧 丐帮几位长老驾到 有失远迎了 雪山医 太客气了 请 请 乔大哥 你看我这样子 你还能认出我来吗 阿珠 你怎么自己变成这样了 没办法 我们慕容家在江湖上名气不小 我怕万一有人认出我来 给你带来麻烦 可你替我想得那么周全 驾 乔大哥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变成这样 你会嫌弃我吗 你会嫌弃我吗 我在这种时候 你能陪伴我 我敲风 会因为你的容貌 而嫌弃你吗 好了好了 别说话了 赶紧进去 好好躺着 好 雪山医 有见老弟 今天约集了众多武林高手 是不是为了乔丰那个混蛋 是的 徐长老和丐帮的诸位长老 一起来商量这件事 实乃我们武林的大姓 这个人真是丧心病狂 本来他是为我们丐帮做了一些事 可是没想到他是个契丹人 契丹是什么人啊 契丹是我们大宋的敌人 他现在又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绝不能原谅他 所以你们放心 他虽然当过我们的帮主 我们丐帮绝不会为这个而袒护他 说好 照长老的意思 乔丰是要独自前来 什么 乔丰也要来 不错 是乔丰亲口告诉我的 我看 这是乔丰的阴谋 故意放出这个风声 好来个金蝉脱鞘 脱你奶奶的鞘 乔丰是什么人 我比你清楚 他既然说要来 他就一定会来 乔丰到 欧丰 和乔丰 是 好 和乔丰 在巨仙庄 设宴邀请武林豪杰 我自认为不是什么武林豪杰 我来这里 也不是参加什么英雄大会 我来这儿是有一件事情 恳请薛神医帮忙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来 薛神医 这位姑娘请薛神医救救她 请进庄吧 这位姑娘 你大难为是我 没有人 いや 我现在就要 在小语物体小语物 你不要 是 他们 热泥 好 忘了 也可以 阿师怎么受伤的 都怪我做事太鲁莽 不小心让别人伤了他 而且伤得还不轻 我想这世上 只有你薛山衣一个人 能够救治他 所以我求你务必帮这个忙 这狗贼冒死来聚贤庄 就是为了给这丑丫头治病 这小姑娘是她什么人 她是不是疯了 我看她是在抓一谋鬼 对 快就完蛋了 快就完蛋了 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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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 朕对不起 我还真不知道她叫什么 阿珠 你到底姓什么 我姓阮 薛申医 她姓阮 这么说 你和她也不是很熟悉的 她只是我朋友的一个丫鬟 看来你的这位朋友 也不是一般人 你的这位朋友是谁啊 不瞒薛申医 我跟我这位朋友也只是神交 并没有见过面 这位姑娘如果不是敷了一种 外加的智商营药 又有你乔峰为她多次输送真理 恐怕她早就死在少林寺 玄辞方丈的大金刚掌力之下了 原来这姑娘是为玄辞方丈的 玄辞方丈怎么会跟一位姑娘动手啊 是啊 这大金刚掌力 薛申医 我方丈师兄几年没离开过少林寺 而少林寺一向没有女人出入 这大金刚掌力 肯定不是出自我师兄之手 那这世上还有谁会发如此刚烈的大金刚掌力呢 阿弥陀佛 薛师主 这些话说起来惭愧 贫僧和玄济师弟天资有限 无法领会大金刚掌力的要领 至于少林以外嘛 我看你就更不 乔峰 那天晚上偷偷进入我少林寺 害死我玄苦师兄 后来曾受我方丈师兄的大金刚掌 他的厉害你领教过 室温 如果我师兄这一掌打在这位小姑娘身上 她还能活命吗 这位姑娘如何受伤 任且抛开不谈 刚才大师说我杀了玄苦大师 确实冤枉了我 玄苦大师是我的寿野恩师 我乔峰就是不要姓名也不会伤害他的 乔峰 你那天晚上明明是多次进进出出少林寺 很多人都看见了 你又怎么解释 还有 那个被你抢走的少林和尚 至今下落不明 我真的没有杀玄苦大师 更没有抢走什么少林寺的和尚 很多事情你们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更说不清楚 不管怎样 这位小姑娘绝对不是我方丈师兄所伤 我方丈师兄是一派掌门之尊 有德的高僧 他怎么会出手打伤这样一位小姑娘呢 再者说 即便是这位小姑娘她做得再不对 我方丈师兄也不会和她一般见识 当然了 拳子方丈一向慈悲为怀 不可能对一个弱女子下毒手 我想 一定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高手 使了这个大力金刚掌 这句话还差不多 这句话还差不多 照这么说 原来还有人会用这大金刚掌 那么这个人在出手的时候 一定受到了什么阻挡 掌力削减了不少 不然阮姑娘早就当场死了 这个人掌力雄混 只怕能和玄慈方丈病驾齐驱 是啊 可是这个人又会是神医呢 是啊 是啊 如果这个小姑娘 死在大力金刚掌之下 对少林寺的面子也是不大好吧 所以我恳求神医救她一命 姑娘 你到底是被谁伤成这样的 那个人是个年轻公子 相貌英俊潇洒 当时我和乔大爷正在饭馆 谈论您薛神医的医术 出神入化 空前绝后 就连神仙也比不过 我还说有了薛神医 大家学武功还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 因为有了你 谁伤一个你就一个 谁伤两个你就一双啊 可是 是 那个年轻的公子爷 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说话 后来他忽然冷笑道 天下掌力大都轻飘飘的 才会让那个姓薛的郎中 浪得虚名 不知道我这一掌 他是不是也知道好 他说完这句话 就向我凌空一掌机来 我见他离我挺远的 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乔大爷他却大吃一惊 那他身手挡架了吗 其实乔大爷如果身手挡架了 那公子爷就伤不了我了 但是乔大爷来不及救我 他就提起一张椅子扔了过去 只听见咔嚓一声 那张椅子已经被那公子爷 记得粉碎 我当时觉得轻飘飘的 好像自己进了云端里一样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只记得那公子爷说 你去叫薛神医多翻翻医书 练上一练 对 日后替玄自方丈制伤的时候 就不会手足无措了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好像是说 将来要用这大金刚掌 来打玄自方丈 一笔之道还之笔深的 难道是公苏慕容赋 对 就是他 公苏慕容赋 公苏慕容赋 乔兄刚才说 有人冒充少林高僧 招摇撞骗 打伤了这位姑娘 可这姑娘却说 打伤她的是一个年轻的公子 到底你们俩谁的话是真的 冒充少林高僧也是有的 我就看见两个和尚 刺称少林和尚 透了人家一条黑狗杀了吃了 薛神医 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 我乔峰这一辈子 都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一辈子 你看看今天这阵势 你今天还想能活着走出这巨贤庄吗 活着出去也好 死了出去也罢了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姑娘 你今天一定要救治 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她治呢 救人一命 救人一命 圣草七级浮屠 薛先生在江湖上 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善事 难道忍心看到这位姑娘 无辜地死去吗 哼 无论是谁带这位姑娘来的 我都给她医治 正是因为你带来的 我才不治 今天你们大家聚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要合计对付我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乔大哥既然如此 你就不该为了我 跑到这里来冒险 我以为在座的 都是武林中的好汉 有什么全都冲着我来 为什么要牵连一个小女子呢 该不给人治病救命 全凭我自己的喜好 谁也不能强迫我 你既然都知道 我们今天在这干什么 那最好我们要杀了你 祭蝶你的父母和师父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了断 乔大哥 你别管我你快走吧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 他们不会害我的 乔大哥你快走吧 我乔峰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阿珠 你放心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来 薛神医 如果我是汉人 你今天这样侮辱我 我一定把你给杀了 如果我是契战人 我头一个杀的还是你 省得我杀一个你就也 这么说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要杀了我的 薛神医 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 我们一命换一命 我乔峰 永远不会动你一根寒毛 一命换一命 笑话 幸瞧的 自己的命都活不过今天了 还拿什么跟你讲话 明人不做暗示 刚才这些话 是哪位英雄好案说的 出来让乔某见见 你杀害了玄虎大师 却至今不敢承认 还好意思说什么明人不做暗示 卑鄙小人 不要在暗中挑拨 有种的 你给我滚出来 他是追魂章谭青 对 他是追魂章谭青 对 是他 他是恶贯满营段延庆的弟子 你好高的内力 不禁破了我的千里穿运功 还真伤了我 可好 卑鄙小人 久有自取 好 留下吧 灰笼 粒 灰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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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